那二四代?火焰逐场有惊无险夺下首胜。 菲律宾火焰。 整场比赛都和客队互相交换领先权,而且一度在第四节最后五分钟处于落后的形势,可是全队环绕住彼此,相信这将是他们争冠最重要的一关。 最后大家打出血性,齐拼抢态度硬生生的把他们从悬崖拉回来,艰辛的拿下这场开门红。 如果但看最终比分,或许会认为火焰没有把防守做好才会导致自己陷入苦战,其实并非如此。 他们和吸血鬼这场都搅出非常抢眼的进攻表现,不管防守多么津贴,个别的球员都有办法投进难度高的进球。 雷诺欧多波克们连续自今野兽级的表现,其惊艳和耐战力将会是吸血鬼眼下最大的问题。 他不仅有用不完的体能,而且在进去的牵制力惊人,只要他拿到球,火焰就有得分的机会。 尤其他在和队友筑起的防线更是坚固,时常可以逼得吸血鬼的内线发生失误,从中给球队更多的快攻机会。 今天火焰在防守端真的发挥的零零尽致,针对性的单防和策略性的补防都有影响到吸血鬼的进攻节奏,尤其是从他们手上获得9次抄解,送来7次封盖和20次的失误。 火焰也不客气在快攻环节中刷下23分,远比对手还多8分。 这场比赛最关键的人物无非就是举阿斯汀布朗利了。 这位把有名的外援真的包办大小数之一,在关键时刻但无需发,果断地在外线开炮来打击对方。 他这场比赛的发挥特别猛,全场29投18中,差点创纪录的成为埃布欧史上首个在决赛拿到大三元的球员。 布朗利这场有46分11秒篮板9助攻,而他在第四截至加10的那种败气彻底地改变了球队的气势,诠释了菲律宾球队特有的那种弄了尔斯艾呆的精神。 默诺吸血鬼。 原本近在眼前的胜利,随助主力球员受伤和犯规离场,那两分钟的改变也成为了本场比赛的转折点。 吸血鬼全队都在主队遮体碰撞明显的防守下,各个角出该有的水准,分别在两分线,三分线和罚球线58%,38%,80%,获得很好的命中率,所以这场输得非常可惜。 虽然吸血鬼没法打出最擅长的转换篮球,可是他们的半场阵地战业做得很不错,把握能力比火焰来得好,但是在保护篮板上就明显有劣势,成为这场比赛的败笔。 虽然火焰意图明显地想要再次切断局埃森·布里克曼和队友的连线,可是进入季后赛就侵略性十足的布里克曼可不会让这种事情再发生。 他继续自己火热的状态,不断地利用自己高IQ和卓越的事业传出好球给队友得分。 自己也是在必要时刻过断进攻,可惜对位的波比瑞·伯克·布里克曼身材优势明显,让道布里克曼的得分命中率比较低。 他在第四节末段接获队友的传球打算直接切入上篮得分,可是飞来Laren Stomingo硬生生地把球钉板,同时也领导自己受伤。 吸血鬼在缺少布里克曼头的进攻毫无章法,再加上气力已尽,很多时候都选择外线跳投来曹曹了事。 赛幕欧迪古尔若一开赛就非常积极地在禁区搅火,积极地向队友要求然后猛攻,一下子就拿到8分。 可惜他人高体大,体能消耗得快,时常会在防守时做出冒险的动作,而这场决赛的裁判也抓得仔细,一下子就三范提早下场休息。 第三节也是开始就令到第四范,到第四节才再度上场。 可是迪古尔若的优势和体型就是明显,连波可门也不敢轻易犯规,让他不断在篮下轻松得分。 无奈最后还是得到最后一次个人犯规,也许他还可以再撑多两分钟,波可门也没有办法抢下最关键的那个篮板。 但是赛国一定,这也只是美好的如果。